哦 像这个朝鲜这个政府啊 喂 继续讲 听得到吗 请继续说 史先生 这个朝鲜呢 现在就是 它后面有一部大山 有个大树啊 有两面手法的手法 多种原因 这个撕裂这个核导弹什么的都是有东方面的原因 很无限 它就是测试这个南朝鲜 这个内部的 这些反应情况 好的 就这样的 这个有个维法力和协章 史先生 谢谢你 不好意思得打断你了 我们听懂 大致听懂了你的意思 不过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听众 希望能够尽量的让每一位都有机会发言 下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 北京的李先生您好 请讲 请问主任您好 我正在看你们的电视 是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想请教荣安兰先生 我就是说 现在就关于那个 北韩那个核报问题 我跟谈到我去看吧 我觉得美国政府给那个北韩那个 那个定义还是相当准确的 这是好像是老布什给的定义吧 叫流氓政府 我觉得它确实是个流氓政府 实际北韩的核报 实际危险最大的是中国 它有一种观点 好像说 和北朝鲜有 好像对中国谈判 增加了筹码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足概念 嗯 还有我就想问问专家 就是说 北韩那个核报 在经济上中国肯定是 对它有帮助 我就问专家掌握的情况 就说在技术上 对他们是不是以前有的帮助 我就这个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北京李先生 您的问题稍后我也请荣安兰先生 跟其他问题一命答复 下面是陕西的袁先生 陕西的袁先生您好 你好 嘉宾好 你好 我想的话 北韩的 这国际社会每年给的 经济援助 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了 是国际社会 有没有一个 进行的一些 考察 对他们那个 经济援助 还有粮食援助 这些方面 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说法 再一个就是 这个中国好像是 北韩最大的资助吧 那如果说 我现在是怀疑的是 中国有没有诚意解决北韩 北韩核危机的问题 美韩都是 好像这个谈谈 没了的谈谈 没了的也 北韩老是在这 出来给 给国际社会 惹一些麻烦 这 这到底里面是什么原因 中国政府的诚意 到底有多大 好的 谢谢 谢谢 陕西的袁先生 下一位是湖南的许先生 湖南的许先生您好 请讲 好的 许贤似乎已经不在我们线上了 如果听到的话 请您再给我们打回来 下一位同样是来自湖南的 张先生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张先生您好 来宾好 那我认为呢 这个朝鲜这个核爆炸呢 是这些大国长期的欺负这个朝鲜 这个小国家小民族呢 所造成的 我觉得特别是美国以美国为首的 就是说把朝鲜划分为两个部分 这个中国俄国还有日本都有责任 就是说他们应该向全球人民 朝鲜人民道歉 这个帮助朝鲜人民来和解统一 这样才能解决朝鲜核武器的问题 否则的话呢 就是这个核问题 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而且呢 它的最后的结果呢 就会造成南朝鲜 日本 台湾 台湾越南等等 都会纷纷的制造核武器 那个局面就是不可收拾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美国中国也好俄国呢 应该呢 采取 这个 应该 采取决定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改变中国 不能够这么老实去压 这个压的话呢 这个核武器是无法解决的 好的 我的话讲完了 谢谢湖南的张先生 那么这一轮的听众观众的发言 还是非常的踊跃啊 那我想也是综合一下他们的问题 继续请教荣安兰先生 那刚才北京的李先生 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他认为说 中国当然对北韩 有一些经济上的来往跟援助了 那么在技术上 实际上在核技术上面 是不是中国也有提供北韩一些 援助跟支援呢 您的看法 或您的了解 另外一些 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 也请您综合的一并答复一下 荣安兰先生 关于这个问题 我不太清楚他们 中国是不是有给南韩 核子的技术支持 当时俄国在过去是有的 当时是俄国他们坚持 北韩一定要参加 非核武扩散的这个条约 我想中国过去可能是有 可能是有给他们 核子上面的这个 经济上面的技术 但是我不知道技术上面 那么我要回答其他几个问题吗 另外有一些听众观众 都会谈到中国究竟在解决 这个北韩问题上的诚意如何 很多外界的观察家认为 中国尤其是在六方会谈上 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有所保留的 那么这一次核事报之后 我们看到北京的反应 其实是比以前要稍微强烈一些的 是不是能够加紧或促进北京正式 北韩这个问题 您认为中国的诚意究竟有多大呢 我想中国是有诚意想要解决问题的 但是解决核子问题并不是中国唯一的重点 中国也非常担心北韩这边社会混乱的问题 混乱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与中国之间的边境 他们也担心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2002年 还有2003年开始这个六方会谈的关系 因为他们担心美国和他们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但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困难的问题 就是他们要解决 决定如何要采取哪 什么样的政策 才能真正的对北韩有真正的压力 叫他们改变路线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 在中国内部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甚至是中国政府内部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想他们最后应该会采取某种这种制裁 对北韩进行某种制裁 和过去的制裁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并不是要失去与北韩对谈的力量或者是机会 他们想要送这个高层官员去北韩和他们进行会谈 他们并不想要北韩拒绝他们 他们是想要和北韩进行会谈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想请河北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河北的赵先生您好 你好 我认为在这个核实验之前 中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因为它所发挥的作用 现在证明已经是完全失败了 那么在以后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仍然是个失败 因为中国在对中连的关系 从来和越南的关系和朝鲜的关系 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关系 结局也是砸坏自己的脚 没有什么 我觉得只能是这种结局了 好的谢谢河北的赵先生 下一位是上海的朱先生 上海的朱先生您好 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主持人好嘉宾好 我感觉就是说 现在中国政府对北韩也是 这种情况也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第一个他也不希望北韩 出起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盟友 如果国际的时候联合起来制裁他 如果他这个国家崩溃的话 那这股祸水可能就像中国东山省 第二个问题在这里 其实他有一些东西也是默许金家王朝 通过核武器 研发核武器导弹 国际上针对一个合法的地位 通俗的说法就是拿核弹来换鸡蛋 但是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金家王朝这个政权 它不稳定 内部很不透明 因为按照目前的行情下面 我很担忧 就是说 因为他可能会狗击跳墙 才勾住一个办法 主动引发战争 因为一个政权到崩溃的边缘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 因为金家王朝现在是把那个北朝鲜的那些 民民看作是一群蚂蚁 完全可以操控在手里面 所以我现在很担忧 就是说韩国 南韩和北韩 有可能在近期 发生一些军事摩擦 但我想中国政府也不会像 50年代以后再来一次靠美援朝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中国担忧的是 就是由此引发的一个难民潮也引向中国东三省 所以说我想中国政府明这个做法 还是要在有些地方 还是要采取果断措施 跟这个金家王朝也做过了断 不然的话就是引火造成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上海的朱先生 我想暂时请其他线上的听众观众等待一下 想先回答这个上海朱先生的问题 他觉得说他有一些担忧 担心北韩在目前金家政权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会有一种焦虑感或所谓的狗急跳墙 然后导致南北韩之间的军事摩擦 进而引发在东北亚的一些战事呢 您的看法跟我们分析 容安兰先生 像我刚才说过的一样 这的确是很多人有的担忧 尤其是在中国这边的人 没有人想要看到朝鲜麦岛上面发生战争 但是这个听众说的没错 中国政府面临的是一个两难 我想在现在中国是愿意给北韩加更多的压力 第一名观众说 就像第一名观众说的 我们可以拍照 我们不要紧之讯 我们可以拍照